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经历或许会让我们对所谓的真爱有所反思 那么接下来就跟着丹美一起来看一下吧 影片开始 男主卡洛一名发型师和老婆小美对簿公堂 原因是小美想离婚而卡洛不想 而且是非常的不想 因为她深爱着小美并未知着迷 这可能就是渣女 虽然渣但是美呀 所以为了离婚 小美将卡洛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 小美将卡洛身为一个男人最耻辱的秘密 公不于众 那就是卡洛不举 是的 因为卡洛的生理原因 在性生活上满足不了小美 但是正值青春年 怀佑貌美如花的小美 怎么能不渴望正常的性生活呢 所以她就越看丈夫越不顺眼 再加上丈夫的工作压力大 心态也是越来越萎靡不振 于是恶性循环 小美就更加急于离开丈夫了 就这样一无一时的 他们回答了法官的话 最后法官判老婆小美胜诉 卡洛净身出户 卡洛欲哭无泪 心里内疚一个苦啊 小美扬着高傲的头颅 走出了法院大厅 不留一丝情面的 而此时的卡洛对小美 还是不死心 追着小美的车 企图挽留她 大有继续做舔狗的趋势 但是她心里的温热 并不能感动决决的小美 晚上卡洛去住酒店 却被告知 卡已经被冻结了 并且还被酒店工作人员 没收销毁了银行卡 大冬天的流落街头 无人照顾 人生十惨呀 卡洛坐在冰冷的街头 努力搓手 让自己暖和起来 突然她翻到口袋里 家里的车库钥匙 呃不对 是前妻小美家的车库钥匙 于是她直接去车库里 将就了一夜 白天小美打开车库 发现卡洛 此时的小美对卡洛的厌恶 已经完全写在脸上 她叫醒卡洛 直接打电话准备报警 卡洛慌了 立马拿出钥匙 示意要给小美 但是小美一步步靠近卡洛时 卡洛却耍了花招 她假装吞掉了钥匙 小美一看懵了 顿时正在原地 但就在此时 卡洛却又慢慢的拿出了手里的钥匙 这一番骚操作成功引起了小美的注意 于是卡洛趁机而入 慢慢挑逗引诱小美 跟自己来一场车库性爱 如棱似乎的年纪 小美当然是不会拒绝呀 于是成败在此一举 卡洛顺利进入 但刚一开始又 又 又尾了 场面一度尴尬 小美怒了 一顿狠话攻击 就拿打火机去烧窗帘 说是要借此诬陷卡洛 让警察抓她 卡洛见识不对 慌忙逃跑 哎 人生实惨 离开车库的卡洛来到一个大商场 在一个橱窗里 她看到一个美丽的白色女人雕塑 柔和的侧脸 微微低垂的眉眼 和四路微路的苏兄 她看呆了 生命的光辉 仿佛再一次照进了卡洛 已经满目苍疑的内心 是的 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她能将美好定格使她永存 于是看完雕塑的卡洛 重振旗鼓 为了攒够路飞 她来到地铁里卖艺 在人来人往的通道里 卡洛用力的吹着她 用梳子改造的乐器 技术拙劣 声音别讲 但就在这时 吸引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注意 这个中年男人叫米格拉 米格拉停住脚步 看着卡洛 目光高冷 还有些漫不经心 这个中年男人 相中了卡洛 他开始蹲下来 跟卡洛聊天 通过音乐 他猜到卡洛是波兰人 而自己也是波兰人 于是两人顺势聊了下去 米格拉还买了一瓶酒 两人喝着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 酒过三询 两人这朋友 算是交上了 卡洛竟然还拿出 看家本领理发来给这位新朋友改头换面 气氛正好时 米格拉却说要雇佣卡洛 办一件事 事后可以给他丰厚的酬劳 卡洛答应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米格拉让他办的事竟然是杀人 要杀的那个人表面上家庭和睦 儿女欺下 但是内心却不想活了 于是他想买凶杀人 但如果自杀的话 他老婆孩子知道了 肯定会非常伤心 于是他准备雇一个人杀掉自己 弄成他杀的假象 卡洛一听懵了 世上还有这事 自己被老婆扫地出门流落街头 啥也没说 那人怎么一心寻死 这样说着说着 就想到了自家老婆 于是卡洛忍不住给小美打电话 但是电话里小美却边打电话 边跟其他男人作爱 发出的声音让卡洛吃醋到发疯 于是彻底心灰意冷的卡洛 决定躲进箱子里 来跟米格拉偷渡到波兰 于是卡洛上路了 但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下了飞机装在行李箱的卡洛 被一群小偷给偷走了 因为他们以为那个箱子里装了宝贝 此时在机场的米格拉顿时手足无测 急忙去询问机场工作人员 这边被偷走的卡洛 被拉到一个荒郊野外 这群小偷一脸兴奋地打开了箱子 发现箱子里面竟然是一个人 一个大活人 顿时觉得自己白忙活了一场 于是对卡洛全打脚踢一顿暴走 还摔碎了卡洛偷回来的白色美女雕像 但鼻青脸肿的卡洛 还是顽强地回到了故乡 在哥哥理发店的窗外 他敲着窗户喊哥哥 哥哥差点没认出他来 哎哟 可把哥哥心疼坏了 屏幕前的淡妹 此时也是鼻头微微的一三 回到家的卡洛 躺在温暖的床上喝着哥哥煮的热汤 心裁微微定了下来 一场回家的囱徒 仿佛让卡洛思想重新洗牌了 休养过后他站在桥洞下 在凛略的寒风中 眼神突然变得凛利 从事被践踏的尊严 他要开始崛起了 因为人必须要有尊严和有野心 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于是卡洛在哥哥的理发店里给人帮忙 晚上还抽空学习法语 最关键的是他找到了当地一个有名的买卖生意人 李 卡洛准备从他那儿得到一些商机 奸诈如丝的李 起初不太愿意雇卡洛 但是热情的卡洛让李看中了 感觉他人也算老实 所以就雇佣了他 于是幸运之神终于光顾了卡洛 卡洛马上发现李和朋友 准备合伙买一片低价地 这片地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国际知名大企业收购 到时候水涨船高 这地价肯定会蹭蹭的上涨 但是这片地 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年卖老头的私人财产 于是李和朋友准备空手套白狼 会由老头把这片地以极地的价格卖给他们 卡洛看准这个机遇 马上筹备买地款 带上一瓶上好的福特加 就先离一步出发了 他来到老头的住处 和他彻夜长谈 喝酒 还聊 终于老头同意卖给他了 卡洛这下算是走了大运 得势而归的卡洛来找米格拉 因为他想要挣买凶杀人的钱 他想要用这笔钱买更多的地 米格拉答应他了 于是卡洛带着枪 按照米格拉的要求 来到了城市某个地铁站的角落里 在那里 他将会解决掉要杀的人的性命 卡洛站在车轨旁边紧张的 等待着要杀的人 但是此时米格拉却慢慢从一旁走了出来 原来米格拉要卡洛杀的人正是自己 但是米格拉却不在意卡洛的吃惊 说让卡洛继续实施自己的杀人任务 自己口袋里有钱 烧完卡洛就可以拿走 卡洛见状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也装作不在意 要继续实施自己的任务 于是卡洛慢慢掏出枪 指向了米格拉的心脏 只听砰的一声 米格拉应声倒在卡洛怀里 但是米格拉并没有流血 原来卡洛放的是空枪 但是这一下空枪就足够了 足够让米格拉感受到死亡了 无限接近死亡才能体会生命的真谛 一下子如醍醐灌顶般清醒 于是思想重新洗牌 准备好好活着 解开迷惑的哥俩 一起跑到公园里滑冰玩耍打闹 好像一下子回到小孩时代 眼里的光又重新明亮了起来 前方的道路豁然开朗 于是有了第一桶金的卡洛开始买地卖地 准备把自己低价买的地 以十倍的价格卖给李 李和朋友气急了 准备杀了卡洛 但卡洛一句话化解了危机 他说自己立了遗嘱 说自己死后全部的地归教会所有 于是李和朋友只好骂骂咧咧答应了卡洛 这一下卡洛算是发家了 转眼间他成了富翁 这一天他梳着大油头 穿着羊绒大衣 坐着豪华汽车来找米格拉 说自己要开一家公司 把米格拉之前给他的钱入股 让米格拉成为自己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于是如火如荼 卡洛的公司开了起来 当一切功臣名就时 卡洛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前妻小美 以至于半夜睡觉还喊着她的名字 这天卡洛终于忍不住给前妻打了电话 她满怀欣喜 笨拙地对小美倾诉着自己的思念 可小美根本连一句话没说就挂了 唉 一枪痴刑被喂了狗啊 何必呢 当思念形成怨恨 当事人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多恨 于是卡洛心身一气准备报复前妻小美 她找到律师修改遗嘱 修改为自己死后财产 全部归前妻小美所有 接下来为了勾引小美从巴黎来到波兰 卡洛又决定假死 于是就让自己来户籍登记处 把卡洛的户籍注销 最后我们是具备 只差一场为卡洛办的葬礼 但为了让葬礼显得真实 卡洛又通过非法手段从国外买了一具尸体 哎呀 这操作啊 是个狠人 于是葬礼如期举行 前妻小美真的来参加葬礼了 此时的卡洛在一旁远远的看着小美 只见小美竟然有了一点点伤心 也隐约掉了几滴眼泪 这让卡洛生了恻隐之心 但是目以沉舟 卡洛的内心已经对这段感情说拜拜了 晚上小美疲惫回到酒店房间里 慢慢退去衣物 走到床边 打开灯 卡洛出现在床上 小美吓了一大跳 瞳孔瞬间放大 久别重逢 没想到是在这样的场景下 小美在一阵惊吓后 马上就接受了 卡洛还活着这个事实 两人顺势上了床 但这次卡洛没有不专气 而是一举成名 彻底满足了小美一次 一夜云雨后 小美满足地躺在床上 天真的小美 就以为卡洛就此原谅了她 然后从此就能过上 幸福美满的富太太生活 但是她想多了 此时的她在卡洛眼里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早上卡洛穿戴完毕 留下不知情的小美走了 小美一睁开眼 屋里沾满了警察 因为警局怀疑是她给予卡洛的财产 所以谋杀了卡洛 此时的小美白口莫辩 打电话给卡洛的公司 米格拉也是一口否认 卡洛还活着 于是警察 证据确凿就要带走小美 小美缓缓坐在椅子上 直到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自己成功地落入卡洛的圈套 有时候真爱就是这样 无情且毁灭 影片最后定格在 卡洛和小美结婚典礼上 走出教堂后 相拥的他们 故事结束了 至于谁是谁非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哦 我是蛋美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